新竹磁籃每個星期是定期會在竹南國中練習籃球 不單單是訓練同學的體力和技巧 也融入了人文課程 這一次還邀約了慈濟志工楊國楊 來教導孩子們怎麼樣利用寶特瓶來坐風車 而看似簡單的做法裡頭其實是大有學問 暫時放下籃球先上一堂美術課 來教的是慈濟老頑童楊國楊 折到我們剪的和這邊剪的這邊為止 年紀雖大同心不變 利用回收的寶特瓶做出好玩又好看的風車 又是熱熔槍又是剪刀 還要花點心思 做法並不簡單 但用心學同學們都很有成就感 喝完不用喝掉 可以留著坐風車 我會坐風車 切割後可以坐成風車 然後還發現寶特瓶可以回收 然後再利用做成毛毯 圍巾 衣服等的東西 然後讓我感覺寶特瓶是非常有用途的東西 環保就是環保再利用嘛 不然每個人都等到整樓邊啊 對嗎 走到九個路也會去撤到 新竹慈安每個星期定期在竹南國中練習籃球 不只是球技要往上提升 人文素養也不落後 能和孩子一起坐風車 楊國楊也年輕了起來 好的東西不藏私 能付出的也不求回報 如同一家人的學習環境讓父母很放心 即使有人是特地開了一個小時的車程來上課 都覺得值得 摩擦很多很多 然後到現在我們摩擦可能剩一點點 因為他會自己去學會退出 就學會說該怎麼去進退 在慈濟打籃球的孩子不會變壞 而且會更懂事 大海新聞 珍善美志工林瑞和蕭永秀 謝懷林 苗栗報導